人念識別軟件公司表示 在國會聯席會議期間 闖進國會大廈的抗議者中 混雜了安提法的成員 據《華盛頓時報》報導 一名退役軍官透露 開發面部識別系統的XR Vision公司 利用該公司的人念識別軟件 對闖進國會的抗議者進行分析 結果發現 兩名在參議院中的男子 已經是廢城的安提法成員 據報導 這位消息人士 也向該報社提供了照片比對結果 被辨認出來的兩名安提法成員中 其中一人有紋身 紋身圖樣表明 他支持史太林主義 《華盛頓時報》指出 安提法成員的目標 即是通過暴力 出眾無政府主義 進而終結美國 建立一個史太林主義國家 再也沒有美國 No more USA at all 是他抗議中常使用的口號 XR Vision發現的另一名可疑人士 雖未確定他與安提法的聯繫 不過 他曾延伸於美國西部的氣候相關抗議活動 以及黑命貴的示威活動中 安提法是anti-fascist 反法西斯的宿舍 起源於1930年代 在歐美國各國都有分布 成員都是年輕人 崇拜暴力 認為暴力攻擊是必要手段 在立場上反政府 藐視法律 屬於極左派團體 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安提法 干脆奉行共產主義 預伴主任 如何 在歐美國西部的健康 中文化 美國西部的英文化 對房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